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深夜飞巴黎 最新装造备受期待 14日晚 肖战通过工作室放出暴走重庆的Vlog之后 就悄悄飞往巴黎了 大帅哥的行程就是主打出其不意 很多粉丝朋友们还沉浸在肖战在重庆川街走向 的制约氛围中的时候 并不知道肖战已经踏上了飞赴巴黎的班机了 出国前 鲜味宝粉丝也是很暖心了 作为内娱纯血大帅哥 肖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内 可是随着肖战国际大牌商务代言的增加 及自身影响力的扩大 肖战每年都有海外工作的行程安排 海外的粉丝也是有福了 肖战接连两年的米兰时装周知行轰动整个时尚圈 帅气的东方神言大出圈 新加坡拉夫劳伦活动更是引爆整个新加坡 活动中 肖战的长发廊尾西装造型 被评为肖战风神造型之一 至今还时常出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 应该说肖战每次海外型的装造都是十分亮眼的 超强的时尚表现力让肖战的每次露面都惊艳无比 相关人士透露 此次肖战非巴黎是拍摄一些商业物料 具体内容也是保密中 此刻不管是国内粉丝还是海外粉丝都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了 有消息趁肖战将在巴黎尝试红发造型 为粉丝们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这个消息一经透露 就点燃大众的热情 作为中国传统大帅哥 肖战入行之后 几乎没有烫发染发 服装上也是力求简洁大气 基本没有看到过他花里胡哨的样子 此次的造型应该会有不同于以往的想法 让大家期待的是 在这个浪漫之都 肖战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中漫步 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收获怎样的灵感 有怎样的时尚态度要传达呢 这都引发了大众很多的猜测 肖战此次的巴黎之行 被视作一场视觉冲击与情感共鸣的活动 之前肖战也曾经去过巴黎 还在巴黎铁塔留下了一段非常有艺术感的片段 不知道这一次巴黎行还有什么意外之喜 也是让人备受期待 肖战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拭目以待吧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